1 2 3 它直接是从行车旁边开了过去 建了行车一身水 油门 刹车 真的可以远程操控车辆的 非常接近真人开车的感受 也就是说司机不在也可以 那一会儿能试一下司机不在的 不行 但它这种就是 一定不会出错 又能确保安全的做法 如果现在你去买一台20万以上的车 你一定会从销售口中听到一个词 叫做我们这个车是有自动驾驶的 但是其实L3以下级别都只是叫驾驶辅助系统 而只有L3级别以上 才是可以解放双手的自动驾驶 不过今天我们要跳过L3 直接去体验一下L4 在特定道路下的自动驾驶是什么样的 跟普通的车型相比 这台车上面是多了三个激光雷达 七个高清摄像头 以及多个定位传感器 在这个车顶盒的驾驶之下 这台车可以实现L4级别的自动驾驶 欢迎乘坐年龙七星自动驾驶汽车 咱们这个是L4级别的自动驾驶 也就是说我上了车之后只需要设定目的地之后 中间完全不需要介入直接可以到目的地 也就是说司机不在也可以 是的 屏幕上面显示的特别像这个车所看到的世界 它进主路的这个过程还是挺快的 跟真人开车是一样的 我之前预想的是自动驾驶测试的条件是要比现在要好很多 然后没想到这次是跟这么多的社会车辆都在一起混型的 而且没有影响正常的社会车辆的行驶 这点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 刚才有个行人过马路 第一时间就刹车了 而且他遇到行人过马路的时候 他加速减速这个过程 极其接近司机开车时候的表现和反应 这个黄灯没闯过去 刚才这个车是闯了一个黄灯的 也就是说它黄灯其实是可以通行过去的 他判断这个黄灯的时间是比较短的 他过不去所以他就直接是刹停在了这儿 我们看看能不能第一时间起步 他特别像一个新手司机 就是他不会压车 但是他也不像真人开车的时候起步那么的快 他相对来说是比较保守的 但我觉得这个保守是能够接受的 而且你看突然间有车变他的时候 他会第一时间刹车 而且刹车相对来说是比较现行的 前面这个红绿灯我们是在车流当中间的这个位置 然后一会儿我们看这个车起车能不能跟上车流的速度 会不会后面压车 因为我觉得新手司机这种情况他一定会压车 等老司机的话就会很顺利的跟上车流走 咱们看他的情况 基本上是跟得上的 当前面车特别慢的时候会超车的 因为我自己的车是有L2级驾驶辅助系统的嘛 然后他在避让车辆的时候的反应速度 是要比我自己的这个量产车的反应速度是要更快的 比如说在排队左转的时候 一旦有车突然插进来 他的反应非常接近一个真人的反应时间 然后比如说你看现在 哇这个车就是生变他 真的就是这些社会车辆 不会因为他是自动驾驶的车 然后就来让他 相对来说都比较激进开的 现在行驶已经有10分钟的时间了 然后我整个的体验 是我没有觉得跟司机开车有什么区别 非常接近一个司机开车时候的这种驾程感受 这种他为什么会停到这个 因为本来想要右转 但是这个车挡了道 他就等后面的车过了 他在过 我看后面的那个车也在等 只要有车挡住他的路 他就会先停着等一下 然后等后车过去了之后 然后他再并线 所以他也要等这个车 他还是没有人聪明 其实他决策的时候 可能没有这么快 就等于是这个车是挡了他走的路 对 他会绕开 这点有点笨 但是他这种就是一定不会出错 又能确保安全的做法 对 其实这个L4级别的自动驾驶 就我现在体验的感受 就是车辆会有一个自己的判断逻辑 他这个逻辑一定是在最安全的情况之下 来进行超车并线 然后按照他的特定轨道来行驶 比如说有车挡住他 那他也会有一套挡住他的处理的逻辑 是的 从我今天的体验来说 这种感觉吧 相对于这几年各种自动驾驶的体验来说 我认为这是所有的做自动驾驶的公司 这种技术的进步性是很快的 他已经把过去的这种 仅仅去实现安全驾驶的功能 已经转变成为有一个很好的 让消费者去接受的一个接近于实际驾驶感受的一个舒适性的要求 所以像这方面一些转变 但还不够完善 就像你刚才说的比较像新手司机 它不是老司机 对它不是老司机 另外一个我的感受就是 因为我们刚才从外面也看到了上面这一套雷达系统 车顶盒越做越小了 对是越做越小了 然后在之前更前瞻的技术来说 我们希望可能未来的车顶盒就完全隐藏在车上 要么藏在车前面或藏在车后边 这可能目前它这套方案是比较适合出境驾驶公司的 可能不适合于那种私人消费者来购买 所以期待后期的这种数据积累更完善 也把这个东西做的越来越小 最后想说其实现在很多车企在卖车的时候 都会说自己的车是有自动驾驶的 但是其实自动驾驶这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从Io20一直到Io5六个级别 每个级别对于司机的要求也是不一样的 因此我想说自动驾驶这东西如果用好了 它会给城市交通带来更多的便利 然后疏解交通 但如果是用不好的话 也会让交通变得更加的拥堵 而且如果司机不及时接入 也会带来更大的危险性 其实刚才在沿途过程当中 我看到了很多的出租车司机 都在看我们这个车 我就突然有一种感受 我说会不会未来有一天 就已经不需要出租车司机了 会不会未来有一天 我们只需要上车 他就会直接带我们到目的地 我觉得未来的自动驾驶力 我们越来越紧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